大人交代了 等如姑娘醒来之后 过两天就让你搬出大理寺 至于住宿 玄瑜都会替你打点好 你有什么擅自决定把我送走 因为你不适合 我哪里不适合了 我觉得自己挺适合的呀 在大理寺 光是一天 就要面对上百箭棘手的案子 所面对的都是你没法想象的 穷凶极恶之托 这些潜在的危险 都不是你一个小姑娘 可以应付得来的 就这点破事你就把我送走啊 我可以留在大理寺 乖乖当医官助理呀 而且你不是说 需要我替你劫骨毒 不需要了 我已经找到了其他 可以移植我体内 骨毒的方法 所以我不再需要你 你把我当什么了 你不需要就可以把我送走吗 我不走 我也不接受 如姑娘 走开 大人 要去追吗 客栈都安排好了吗 都安排好了 大人 按照您的吩咐 已经找到最合适的客栈 明天就让他搬出去 你非要赶我走世吧 丑八卦 你一点都不可爱 一点都不可爱 丑死了 丑死了 我不走 你们谁来说什么 我都不走 你该走了 丑死了 丑死了 你还能拒绝吗 即将我 不可爱 当我 也不是吧 不可爱 我不能 我不能 说 你 想 这一个人不是错误 好啊 那你把五色石给我 你答应过我的 在我拿到五色石之前 我是不会走的 现在你可以走了吧